500塊錢 你就不能打點光明燈 沒買到的人要很慌亂嗎 其實市面上不光是只有 台產的保單 的疫情保單 比家公司也有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韻芬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500塊錢的防疫保單 你買了沒有 你買到你賺到了 你買買到會不會很急呢 今天請到平民保險王 我的好朋友跟大家聊一聊 歡迎下劉鳳和 鳳和好 大家好 我是劉鳳和 你有沒有買到500塊錢的防疫保單 我只買了 我們全家四個人買而已 就是有特權 你就是買到了嗎 不是 你有沒有內線 你先告訴我 我沒有內線 19號大概上媒體爆發 其實它真正 我製造的訊息大概是15號 16號就知道了 那我一看到這個保單 15號16號的時候 500塊錢 低保費 對 萬一隔離了以後 10萬塊錢 高保障 對不對 而且又很明確 完全符合我平民保險的精神 低保費高保障 禮拜 所以當時在16號的時候 我全家就買了 之後咧 很多人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 因為我知道它後續的狀況 會很累 然後會很多親朋好友 托你買 然後你沒有辦法幫他服務 就罵你罵一輩子 不過這張保單說實在的啦 你剛剛講過了 低保費就500塊錢而已 然後呢 10萬塊錢是個高保 200倍嘛 500x200倍的一個槓桿 對 而且理賠很明確 其實市面上不光是只有 台產這張保單 的疫情保單 比賽公司也有 也有 但是它保費會比較高一點點 它可能有一些什麼住院的 也比較複雜 對 也比較複雜 因為很多的保險條文 其實我們看不懂的 對對 那這張保單之所以 為什麼會狂賣買 就是完全符合我剛剛講的嘛 低保費高保障 理賠很明確嘛 所以說短短時間之內 爆紅 其實這張保單 正在設計出來 是在去年的年底 12月的時候 這張保單 就經過今晚會核准 就可以上 可以在網路上 或者是在一般業務員上 可以買得到 但是 沒有消息 不紅 剛好也是配合 配合這個布桃 對 我覺得它的時間很好 因為它好像前幾天 你剛剛講19號開始 大家開始知道了 然後大概到25號 22號那時候 23 24 對 爆量 爆量 因為為什麼 布桃那件事情出來了 對 要隔離五千 然後後來是在菜市場面 都開始擺攤了 然後每個人都開始打電話 給他的受險顧問了 說你可不可以買 幫我們那個人買這個保單了 對對對 然後接受委託的人 其實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其實對啦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那幾天我是關機啦 那幾天我是關機啦 你錢太少 你根本不想賺 不是 因為我以前賣過很多 這種要停賣的這種保險 越到後面 那個狀況會越多 萬一我處理不來怎麼辦 或者是說 因為還有合保的一個動作 就是要回到台產去合保 那萬一你的業務員 很忙很忙很忙 沒有幫你送去合保 你被隔離了 你可能也沒辦法追溯 你收到賤了 可是23號24號 據我手上是禮拜六禮拜天 保險公司不收賤 剛好在24號他得到 他拿到隔離通知書以後 我收到賤了 可是24號保險公司沒受理 他是要押25號 那25號完了就不離開了 哦 那這個是貨物費 所以如果我24號被通知 我要隔離的話 那事實上我23號 我已經開始填了 但他沒有幫我送進去 他沒上班啊 保險公司沒上班啊 沒上班就很麻煩啊 所以我以前碰到很多這樣的事情啊 所以乾脆我就不碰 買到真的就是恭喜你 因為沒有花太多的錢 有人還告訴我說 就算被詐騙也還好才500塊啦 就是我一直講說 他是這樣的一個心態啊 我一直講說那個500塊錢 你就幫他點光明燈 這個概念很好 就幫他點光明燈 沒買到的人要很慌亂嗎 要很急嗎 如果你有醫療險 你有一些意外險 你需要這麼慌亂嗎 其實我覺得是不需要啦 因為他的理賠金再多就是 我們一般人講 那10萬塊錢是很多啦 就算沒有買到 沒有領到這個10萬塊錢 也不會把我的生活 弄成一團混亂嘛 對 而且你想想看 你只是被隔離而已 對不對 只是有點不方便 不能夠出門而已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因為你這樣子 發生了一些 比方說染疫 或者你不要說染疫好了 你今天生病住院 你應該留意著 是你的醫療險吧 不是因為這個隔離吧 而且講一時代化 這個保險之所以那麼瘋狂 媒體也創造了 不過說實在啊 這會不會讓保險又倒退走 就回到一個比較對賭的心態啊 聽說國外有一些 也是這種跟保險公司對賭啊 其實像大陸啦 我覺得大陸有很多 像保險是很奇怪的 有一年啊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我們大陸有月亮險 我說為什麼叫月亮險 他說就是賭那個中秋節 可不看到月亮 然後他就去買個保險 錢也很少 幾塊錢人民幣而已 對幾塊錢 可是保險公司可以收很多錢 你覺得好玩下個小賭注 可不可以收很多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 這種對賭的這種心態 是不可取的啦 是不可取的 保險是要買一個 高保障 對 那你看月亮險看不到 月亮還要賠你個幾十塊錢人民幣 你沒有那個也沒關係 這完全好像好像 那我這一次還不是在對賭 我就賭我被隔離之後 我可以 可是這兩百倍啊 兩百倍跟那個 跟那個理賠那麼兩 十倍二十倍 那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說實在啦 保險還是回歸到 你剛剛講過了 重點在於保障你的生活 然後轉嫁你的風險 可是因為這都是屬於小眾的 所以你聽聽 可能玩笑就好了對不對 可是真正要在乎的 可能就是你的醫療 你的意外 對這種 你賠可能上百萬上千萬的 這種保險啊 這個要特別注意到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疫情 就算你沒買到 你也不要太擔心了 你也不要憂鬱了 甚至於有些網路上講說 因為業務員沒有幫他處理 因為業務員可能實在太忙了 我這一輩子不跟你聯絡了 不用這樣子啦 不用這樣子 因為比疫情隔離更重要的事情 像我朋友你看前陣子 他子宮肌瘤 然後他就開個刀 你說他也不是COVID-19 也不是受到新冠病毒的影響 也不是隔離的影響 可是他就是要開刀要住院啊 那這個時候需要當然是 醫療險啊 還有一個人騎摩托車 啪 蠻殘了 說實在的 對 沒錯 他需要的也是 醫療的這個部分 其實剛剛蠻殘啦 剛剛講子宮肌瘤 畢竟都還是小 我講實在話還是小狀況 那問題是跟癌症比起來 那癌症更重要 是不是 跟癌症比起來 它就真的是小的狀況 對 所以你看我們只是隔離 哪裡沒買到 別生氣吧 不要生氣 我們今天就完整的 讓大家能夠知道 你沒有買到這個500塊錢 沒有關係 把你的意外險 把你的醫療險做好 這才是 還有癌症險 顧好這是最重要的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劉鳳和 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鳳和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不要忘了 按下下方的愛心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ve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新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1點 Live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線喔